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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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进来哈,看一下有多少人在线上 OK,等一下哈,我看一下,来有进来的古友们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哈, 可以让我知道一下,OK我先先sharing出去先,大家等我一下先sharing出去先 我们又到了分享的时候了各位,来来来,等一下哈,刚刚练球,刚刚很久没有出来练球了,很久没有出来练球了,最近都忙着筹备,研究,research 又忙着去准备我们来临的大型活动,所以就比较少做直播,excuse me OK我先sharing出去我们的telegram先,大家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OK我看一下有没有出了,又被人家模,又被人家盗用名字了啦,哎呀真的是,真的是闲啊最近 OK,OK大家好大家好,来全部人进来的古友们先帮我分享出去好吗,帮我分享出去,给更多人让更多人进来 今天呢我们有特别的就是去做任何的什么announcement哈,就是心血来潮 心血来潮,来谁有想念我们直播,在这边写一个想念好不好 那刚刚出来练球啊,很久没有出来练球了,因为很忙啊,忙研究啊,忙这个忙那个啊,有很多东西啊,要跟我们团队的人忙很多事情啊 最近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忙大型活动啊,我们接下来啊,顺便跟大家讲啊,只要是follow我们Facebook 有follow我们的telegram,来我给你看telegram是什么 follow这个,follow我们这个telegram 啊,多年点投资电台啊,看到啊,啊,有follow的人,还有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你们有好康了,我告诉你 什么好康呢,啊,这个这个,大家看到吗 这个是instagram,看到啊,有follow的人啊,到时候8月啊,我们可以要100,100个人 没有收钱,免费交大家 9月,我们会有400个人的大型活动,也不收大家的钱,交大家,你说好不好 可是9月是在JB啦,9月在JB,来啊,开心的人,在下面写一个开心 所以你看,很少看到我做直播,对不对,我一做直播就给大家好康了,爽不爽 爽的话,share出去啦,share出去,给更多人啊,给更多人进来,我们聊天啊 我们聊天啊,我现在在外面啊,我现在在外面 哎呀,又被人家冒用名字了啦,真的是险啊,跟大家讲 Gi你好,Sky Young,WongFu你好,Yanny,还有我们的Suzan,Alan 哎,你好Niko,老师太红了,群之经济 我也不懂是不是我真的是太红了,还是什么啦 你看,你看这边,我们有share在那个,我就奇怪哦,最近很多人就一直问我 老师,你是不是有在帮人家收钱投资啊,做那个做那个,我讲有咩 我说我从来都没有做这种事的吗 我讲,有啦,分享啊,培训有啦 你看,这边啊,fake,大家去看telegram,我们税出去哦,看到吗 啊,假的,这个假的啊,有一些不知道,不confirm的话啊,要问我们团队的人啊 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的AI啊,跟科技technology是很猖狂的 真的,我跟你讲啊,是可以偷人家数据啊,偷了数据啊,还可以发东西啊 所以他发这个message出去,我也是吓到啊,真的是 到我们的人啊,跟我们讲啊,说,哎 Toni啊,有人冒充你的名字,知道吗 他讲,我讲,然后我其实讲真的啊,也见怪不怪啦 也不是冒充第一次了啦,我也是跟我团队的人讲,也不用见怪不怪了啦 好嘞,我们发出去跟大家讲 讨论一下就好了啦,给大家知道说,小心一点 不确定的打电话问我们团队的人 就可以了咯,今天要分享很重要的东西啊,今天 今天开直播啊,要跟大家讲什么 不要再错过疫情之后的盈利机会,或者赚钱的机会 这个直播重要,我跟你讲 很多人啊,说疫情之后没有钱赚 很多人说,疫情之后我到底要做什么 对嘛,那么,呃,有没有听到很奇怪的话吗 因为他们是韩国人跟日本人在练球 在讲韩语,有听到吗 OK,不懂是韩语还是字语,我也听不懂 哈哈哈哈 OK,老师太红了 小倩,小倩你好 John C,你好 小燕,老师小燕你好 欧文化,Alan Elex Chan Yen Chi 然后还有我们的,啊 下午好,Alan你好 Asem,Apo 春蓝 春蓝青,哎,好久不见哦 哎,Gimio,Gimio,你好,Gimio 还有谁,Lokmoy Oraker,飞了,飞啦 Tex,TheStore 那时候我跟大家说嘛 你们谁有进来我们的那种 聊股会有股票进报信息 那时候不是跟大家讲过Tex Talk咯 可是我不可以公开跟你讲 Buy in是什么时候的嘛 你们要搬带搬带嘛 什么,我公仔要我出穷的咩 我不可以Buy call sell call 对不对 Light Disclaimer先,跟往常一样 等下我还没有病啊,真的是 病先,病先,不要开玩笑 不要开玩笑 等下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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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等我下 OK,来来来 OK,很久没有做直播啊 也是很想念大家 其实跟大家讲 因为忙啊,真的忙啊 很多东西要做啊 我会都是要Prepare更好东西给大家 Prepare更好东西 到时候给大家很多Surprise啊 不用担心 很多Surprise给大家啊 等等等 OK,我看一下有没有 啊,病了病了 Oraker,飞飞啦 OK,这个是我们的温馨 OK,来 我们进来,我们进来 大家分享出去 首先呢 我们先来谈啊 那么啊 我们回归于刚才的那个 先讲完先啊 所以如果大家有收到什么Message 讲用 冒用我的名字啊 或者他开一个电话 他自己是Tony Lim 你最好 我跟你讲 我Tony Lim是不会冒冒然去找人家的 我不会突然间 如果我找你 除非是跟你谈一些 给你一些机会 给一些机会 看我看到人才 有时候我看到人才 我会去问 有一个机会给你啊 对不对 这种的可能会有 这种什么说 给你拿钱投资啊 跟人家什么的 这种大多数是假的啦 不要相信啊 不要去相信这种东西 OK,我重复最后一次 我不要再讲 所以呢 他们讲的东西不是我来的 所以不要生气 OK 那个不是我 你要生气他 OK 我先来Discriminate 以上下周所分享 所有的金融产品 都是我个人经验分享 并非任何买卖建议 提到任何金融产品 大家买卖买卖支付 OK 今天除了 基本上跟大家Share 那个方法 也是跟大家 基本上看一下 有大家有什么问题 很久没有陪大家 牛市回来了吗 MeKing 看你要讲的是哪里 OK 基本上如果你说股市的话 股市的牛市 基本上是还没有完全回来的 OK 今天晚上分享到这个东西 疫情之后的赚钱机会 什么说 疫情的时候我们叫做是 你懂吗 最悲观了的 我们讲非常悲观 如果我们在非常悲观的时候 买股票或者投资 我们有办法投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 OK 在基本上如果我们是悲观的时候 不是非常悲观的时候 对吗 那有可能 我们还有机会 如果你跟我讲 是在牛市的时候去买 太累了啦 牛市人家全部都是没有买的 很多人都 有啦 可能有炒作的 赚点小钱的那种 有啦 你跟我讲说是他们 基本上 那种 牛市的时候才大量去扫票 哪里可能咯 怎样赚钱咯 小带咯 你跟我讲 OK 我们来讲真正赚钱的人是怎样赚的 我们来看范号 分享一点点 略懂 分享 通常范号是怎样咯 在非常悲观的时候 有钱的范号 不是那种做小的 比较有钱的 他们非常悲观的时候 我们就近 近了还是会跌一点 还是会跌的 他们就是有money management去安排好咯 然后第二种咯 就是在悲观的时候 什么叫悲观 就是他在底部再弹回去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ok 底部再上去一点点这个地方 他就会开始就是会 开始去 投资 ok 去做一些 来布局这样的东西 那很多人就会问咯 该牛市来了吗 该我不是有一个股友问吗 现在呢 我们是在以前COVID的时候是最低的吗 最低我讲这边 我们现在在这边 ok 这是非常悲观 这个是悲观 ok 所以啊 你今天跟我讲说是牛市来了吗 牛市是这边的吗 牛市是这里的吗 从这边 像我们讲底部这边 这个是悲观 啊 这边是比斯塞克 这边是最乐观 来到了吗 没有吗 都没有吗 对不对 怎样讲是牛市咧 肯定不是咯 这种我这样子分析可以明白吗 所以哦 讲到现在了哈 我们只能 ok 都夫哈喽在 哎哈喽在 好久不见咯 都夫你买长期也是短期咯 如果说你买长期 可能我还没有这样担心啊 你买短期啊 现在很多东西啊 短期的啊 自己要看着办咯 他来回很快咯 啊 来回看 看你舍不舍得啦 还那种水钱咯 舍得就没有得讲啊 ok 所以我们回来啦 我们回来 我们回来 还有就是马股还会有机会吗 Alex knew 你问我马股还会有机会这个问题啊 等于就是你 我跟你讲你在几年前啊 你去问 我给我讲一个简单的问题啊 很多时候每个人都会问 哎马股还有机会吗 美股还有机会吗 中国股还有机会吗 澳大利亚股还有机会吗 新加坡股还有机会我跟你讲 机会啊 还有没有啊 你看回历史 我现在来讲一点点历史 History History repeat by itself 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啊 历史是会重演的 只是表演的人 跟他的情况有一点不同 他的stimulus 他的title不一样 但是发生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哦 这样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啦 我们来讲 今天他在这一个 最我们讲 最非常非常悲观 跟悲观他在悲观 悲观这个地方 会不会迎来牛死 就是乐观 不需要讲的嘛 这种东西我还需要讲 哎我喝口水先 喝口水先 口渴啊 练球练到 口渴啊 出去外面也是 很热的 现在天气很热真的真的 现在天气很热 天气热啊 皮肤也会很敏感 很干的 喝多一点水啊 大家如果有cream啊 你去买那种cream啊 我最近也是去买 那种body lotion啊 买来擦 我也是皮肤很敏感 有时候一点点啊 打球一下啊 中到哎呀 就敏感了 所以是要擦body lotion啊 现在 哈哈 OK 我们回来了哈 所以牛死是永远是会来的嘛 只是时间在什么时候吧 所以问题是我现在有这个钱 去等到那个时候来嘛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一个formula 想不想要 想要的人 你下面打一个想 我跟你讲 这个formula 我给了大家 你只要重复 我再重复多一次 你快点分享给你的朋友进来 让他们去听 有些人他可以跟你讲 几千个 几万个 几十万个版本 怎样投资 到最后我跟你讲 离不开这个 离不开这个 我这个方法跟大家讲下去 我不是开玩笑的 听好 会做的人 他只要三个危机过后 我不要讲他百万富翁 他有赚一点钱是肯定跑不掉的 等下我分享啊 你们听啊 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他很简单 易懂 容易做 但是没有人做 为什么 人性 人性就是说 看到牛市的时候去买股票 看到熊市的时候怕 熊市底部要谈又不懂要不要买 去到最高位的时候 他来买的时候 已经too late了 我看一下啊 有谁 我们来 等下我们讲啊 我们讲 有没有箱了 我看一下先 现在熊的尾七队了嘛 现在只能够等它翻转嘛 等下我们讲啊 历史不断重演 但是不简单重复 对 也是可以这么讲啦 阿对又这样讲 我看到很多人想啊 听好好好 快点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这个方法我跟你讲 你会了啊 财务自由不是梦 你有看过很多财务自由的人 每天很轻松的在做好想做的事情 对吗 他们是怎样做到的 因为他明白这个 OK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 当非常 听好各位 当非常悲观的时候 这个非常悲观 它会来自于很多不同的情况 之前2000年.com bubble 1997年 financial crisis 1970年 Great Impression Paul Walker的时代 对吗 时代不同 但是做的人还是一样 赚的钱还是一样赚 来我再讲 2007雷曼兄弟 和我们2019年 一样的我跟你讲 发生的东西不同 然后股市就会跌 同意吗 下面写同意 它一定会跌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crisis crisis的名称是怎样来的 crisis就是说 一的是两个情况发生 第一个是呢 宏观发生事情 我们讲说是 宏观又有分 OK 大大的 OK 微观比较小 大多数是宏观发生 然后它会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经济 第二个是股市 来各位写下来 写下来快点 写下来 给全部人做note 谢谢我来 来不及写你们自己写啊 经济 股市 它可能会因为经济发生了过后 股市受影响 或者股市发生过后 经济受影响 到头来 它们都是一样的 Let me repeat again 它可能是经济发生 危机crash 可能是股市 可是到头来 Either哪一个发生到 到最后两个都会中了 当股市或者经济跌的时候 我们的股票 尤其是指数 听好 各位 全球的指数 around the world 它都会怎样 它都会插水 都会跌 同意的人 在下面写一个同意快点 我今天丢钱给大家 这一个你做到你这一生不用有了 可是你要敢 不敢听回我的直播 每次发生这个机会的时候 找回去我这个直播 听 反复的听 听多多遍 你就有那个motivation 就有那个胆量去做 来 我再重复跟大家讲 股市危机的时候 经济危机的时候 一定会跌的index 我管你哪一个国家 你可以是Australia 你可以是Europe 你可以是美国 英国 甚至马来西亚 泰国 tiger cube economics 里面菲律宾也好 whatever you can limit 它都一定跌 对吗 同意啊 来 听好了各位 请问我问大家 指数是什么代表的 指数是它自己冒出来 自己伸出来 它一定是会有一群好的公司 去代表这个指数的 对不对 我有没有讲错 全部下面留言 我有讲错吗 指数是这样来的 它从那个 那个 我们讲石头爆出来 好像是悟空 那样从石头里面爆出来的 不可能吗 它一定是有一群好的公司 是那个国家 我们讲large cap 什么叫large cap 这个指数 它才有办法成为top的企业 我看到有人讲了 最强的企业在那个国家 然后指数才拿他们的公司来代表这个国家 同意啊 同意啊 听好啊各位 要讲重点了 马来西亚是top30 large cap 对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的 有些是100个 有些是500 OK 全部都跌的时候 这些公司一定跌 同意的人下面写个同意 我讲的对不对 当它跌的时候 请问我们要怎么做 什么都不要做先 不会指数的人 请我们不要谈指数 我们谈股票就好了 不会做的人 什么都不要做 它的股价一定跌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指数跌 是因为我的股 这个公司的股价跌 它的指数才会跌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很多人还是 你明白吗 他不相信 我讲到口水都干了 他会跟你讲 有时候你要帮人家变有钱 你讲到死他都不相信 到头来还跑 会来问你 怎样做 当初不是跟你讲 同样 他讲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吗 你多10年问 我还是给你同样的 answer 只是我在不同的地方讲 老一点了 或者不同的国家 所以我跟大家说 它的指数的股票一定会跌 它的股票跌的时候 股价就会跟着跌 Am I right 大的危机 写下来 它会跌30-50% 你不用去看什么report 读什么人家写的东西 读到一大堆 呀 你根本不懂在写什么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对吗 Bloomberg也不明白 他在讲什么鬼 但是你一定知道 我们一定知道 最简单的 它跌下来 这些代表指数的股票 如果跌 听好 30%到50% 简单一点讲 它从 我用美国啦 它从100块跌到50块 这个就是50%的drop OK 当然从50%涨回100块 是100% 各位不是50%了 跌是50% 涨是双倍的 挺好啊 这边很重要啊 30-50% yes Melvin 我看你写了 very good 你帮助很多人明白 写下来我讲的东西 keep notes 写 notes 才会明白 听了过后 要写 要看 要做 OK 跌30-50% 这个只是一个 first step first step 它一定要跌30-50% 大的crisis 它会这样子 然后这个crisis跌30-50% 通常是多久发生 意思 快的话三年咯 慢一点五年七年咯 再慢点十年一次咯 大家知道咯 OK 这个是第一个step 我已经detect 我们已经detect到这个公司了 下一步我们要做 我听好 各位快点分享给你朋友了 这个是它赚钱的机会了 它能不能翻身 看你今天有没有share给它了 听好 第二个step 他跌下来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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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赚钱 你不要做 你去睡觉 去赚你的钱 去享受 开心 然后把这些股票 list 起来 写下来 放在watch list里面 什么叫watch list 就是我有一个list 我是关注它的 有些board platform 是可以放进去的 对不对 你放进去watch list里面 然后 听好 各位 它的底部 每一个价钱跌到30%到50% 你拿一本布纸或者一张纸 写下来 它的底部的价位是多少 不用多 我给你拿十家公司一个国家就好 我可以suit很多个国家 我今天只是讲一个国家 only 你会看到 为什么很多人赚很多钱 they know this 可以听 各位 这样我现在跌下来 我已经用一个money拿卡也可以 用一本书也可以 我写它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跌多少钱 我把它连在我的家的房间也可以 每天看 然后过不久 你听到一点消息 人家讲 市场差不多好了 你回去再check它的价钱 有没有涨回去20%到30% 接下来 它的底部 它里报上去的底部 有没有20%到30% 你不确定底部不用紧 你再check一下 如果它又跌到底部 就是更比之前你写的价格更低 你要改一下 那个就之前写的不是最低咯 然后算 20%到30% Listen carefully 这些全部代表指数的公司 国家 有很多 excuse me 因为最近要喝很多水 天气的问题 所以你听到我一直 所以 In short to say 20%到30% 它rebound了 有钱的人 看你的钱多少了 这个是资本主义了 分散一个一个炸 有些人讲我一定要多钱才可以赚钱 小钱不能这样玩的 这样还是不会投资股票的 什么叫做是有钱人才可以玩价值投资 什么叫有钱人才可以 才可以这样子来赚钱 谁讲的 我1000块开始了 听好 I only start with 1000 谁讲的 谁跟你讲不能的 就是他不 没有不能是他不会 不会不要讲不能 OK 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们去找到这样的公司 它又稳 晚上很好睡了 我跟你讲 你想看他已经rebound20%到30%了 你找出这些bullchip company 他很难会倒的 因为他很大减 他代表指数 对不对 他也弹上去了 market recover了 他才会弹20-30% 那些如果被洗出去的 代表index被洗出去 他已经不在里面了 他在里面他有20-30%rebound 他就是rebound了 这样我就找这些公司 我要做什么各位 我买 就这么简单 我买 OK 如果不会的人 他就分散买 分散买 他就看他的portfolio的rebound 就是我比方说 我分散5家 还是分散5家 可能他每个index他有多家 可能有些是有30家 有些100家 有些省市更多 whatever 不是问题 当然我更深 我可以跟大家讲 但是今天我不需要讲到这样深 简单一点就好了 太久没有见大家 很想见大家 给大家一个简单易懂 又可以赚钱的方法 就随便你找一个 如果不会找 你找银行 这个是盖子眼的各位 银行要倒是这样容易的 OK 当然我知道最近有银行 倒美国SBB I know 但是what I'm saying is 如果我找银行的领域 我分散5家 甚至10家 甚至倒一两家 也不可能全部要踩倒了嘛 你明白我意思吗 OK 这样再不会 OK 看科技 科技现在是未来的走势 很多人讲 AI了 什么VR了 什么AR了 什么R了 对不对 这样你就找好的公司啊 代表指数肯定是大间的嘛 找那些 分散 它里报20-30% 投下去 等就可以了 NVIDIA Oracle 我Level有Nameade 之前科技 我跟很多人讲 买 看着买 自己去分析一下 不要讲 不要讲我BuyCorsair 我不可以讲 但是 它会上 结果 你看你不用讲 OK 今天很多人讲是因为AI 所以NVIDIA上 NVIDIA啊 你懂吗 或者什么什么公司啦 我告诉大家 不需要了 这些只是故事 你懂吗 涨了过后面很多故事讲 你可以讲 因为是AI 你可以讲 因为公司赚钱 你可以讲 是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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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最后 这些大型的公司 它们还是得上的 还是得上的 Am I right 我今天分享的东西 有没有值百万 各位 如果有值百万 你要share给你所有的朋友 叫他们去学 OK 这边看到很多人进来 顺便讲一下 有兴趣啊 在八月份见我的人 我八月会下KL 我会有一天的时间 整天免费教大家 不用钱 我找责任来 你看到吗 我集好 找责任给大家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有时想要学 对吗 然后 有时候经济有点问题啊 不允许啊 这个是八月份的一天的 但是你不要expect我可以教很多 可是我可以跟你讲 基本的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cover的 我们也可以分享这个东西 我们再教这个东西 你觉得好不好 让更多人会 他们就和谁了 我八月份一百个人了 我跟你讲 位置有限 所以你们自己 刚才我有tag了那个电话号码 你问我们团队 不一定有位的 我先跟你讲 但是首先第一步啊 因为位置人家强 很hot 不懂会不会像张邪游的票 这样hot我就不懂了 可是我知道 每次我们开很快的 一下feel满了 一百个不了 八月份 九月份呢 四百个位 八月份在KL 九月份在JB 有兴趣的人要学的 快一点 你先等一下 我这个今天是snake snake in announcement 我讲第一次了 之后 讲 我不懂他有没有位啦 先跟大家讲 不然我怕你来很多人讲 我没有分享 ok 我身边的都是这些声音 我开始也是从一千零八十块开始了 哇Jackson你跟我差不多一样耶 我们一千块开始了 我听到很多人讲 这些钱 这种什么价值投资啊 还是说我们讲 这种大钱的赚法啊 等啊 不是我们这种 这种没有钱 能可以做的 我们几千块几万块 我们不能这样玩的 我讲 我朋友跟我讲的 sorry啊 我可能听错我不知道 朋友跟我讲的 我讲还有这样的事吗 我讲我投资这样多年 我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东西 我讲可能在哪里讲啊 也不好意思讲哪一个国家 就是我们的国家啦 然后 有一点排斥啊 你明白吗 听到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给美国人听到 给UK的人听到 或者国外那些 top scholar很厉害 投资的范围 就是听到 笑死人家牙齿都笑到 见牙不见点 诶 我喝水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分享吧 我听到朋友最近问我 所以啊社交媒体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啊 分享了有些人也不确定是不是真实的 我开直播讲咯 你继续搜索啦 你用头脑想啊 简单的想啊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改我那个 formula 我们用1000块 我们找好的公司 我们投过几年它上 不用多 通常这种都会上30到50% 赚了过后 我们卖掉 再重复做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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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 美国科技股 等它们到 等到全部创新高 Joey你不能等的 你等他 我就完 OK我先跟大家说 现在我常常跟大家讲什么 银行 我不想再讲 这是最 我已经讲最后一次在instagram讲了 我的instagram 你们所以没有follow 快点去follow 还有telegram啊 我每次讲啊 我们有什么announcement 我们会follow telegram如果有人发消息出去啊 跟你们讲说是投资 是我啊 假用我的名前不假的 不要相信啊 所以我就有很多人以为是我 冤枉哦 我跟你讲真的冤枉哦 有时候啊 我朋友就跟我讲啊 他说人红是非多 我讲是咩 我讲我都没有红 有些人比我更红 我讲我不是那种网红吗 他讲 我不是做网红事业的 我跟他讲 他讲没有啦 Tony 他讲 他说是这样的 我跟他分享 有时候聊天的时候很好笑 我讲冤枉哦 不是我们的哦 你懂啊 人家用年名字啊 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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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子百万啊 你看Jackson讲 哎 agree Diversify on US Top 10 Mega Microsoft Amazon Google NVIDIA 看咯 long term will not lose money Christopher Coy 都同意我讲的 同意啊 Christopher Coy 放一个5 给我 所以有时候我们出来讲话啊 社交媒体啊 我说 你们不要在这边说你要 join啊 你在这边comment I want join啊 可以讲我团队人不知道的 你们要自己message他们的 电话号吗 我已经pin在那边了 你们去问他们 知道吗 你这样子他们看不到的 OK 我跟你讲啊 看我讲到哪里我看到了 所以很多人啊 到最后还是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我跟你讲啊 赚钱真的是不难 你要懂这样做 美股很难玩啊 股票赚了什么 汇率亏死 这样就证明可能你还没有学到啦 不用紧啦 有机会五月 没有五月本啦 八月或者 八月跟九月不是见见面咯 过来 看有没有机会抽到啊 可是你一定要follow我们 你一定要follow我们的Facebook follow Facebook Instagram Instagram 因为这个是回馈粉丝的 回馈我们的人啊 只要是你今天是 有follow我们 然后你想要学 我们回馈你 不说你以前我讲过吗 但是我曾经是不是讲过 我在MCO的时候 我说重开啊 过后我们开大厂啊 过后要开大厂 一听到又lock到不敢开 我跟你讲 吓死人啊 你一讲要开喔 他跟你讲lock了 然后过后不用紧 我们又开 开了过后看到很多人在交 我们又开 开了又听到人家讲 有人中喔 新的病毒啊 眼睛气孔流血 我吓死人了 又不敢 又不敢开 不要害到大家嘛 等下大家来 对嘛 等下中不是危险 不要嘛 可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已经一段时间很久了嘛 收拾时候了啦 应该出来跟大家 我们可以出来见见面啦 开一个大型啊这样啊 银行银行科技科技 太对了 太对了 OK 我们的存难力 你看我讲话啊 其实我不喜欢讲那种 有的没有啊 或者为了我要红啊 我录一些video 让你们来subscribe我啦 做网红啊 对不起啊 我不是这个人啊 如果这个人 你看到我肯定不是Donny啊 当然你有subscribe我 你有follow我 我是很开心啊 就是你给我的一个 一个认可嘛 就是你想跟我做朋友 我肯定是高开心 你明白吧 但是有时候啊 在社交媒体啊 不可以乱讲的哦 有些东西就是我们 我们讲了哈 人家听了 有些不会的人 他会以为是真的哦 对啊 所以不是说 我随随便便讲 我有什么啊 有什么什么经验啊 一点点啊 还是有什么什么认可 这样子啊 就可以随便讲 不可以的哦 对啊 雪岸前来了哦 OK 分享吧 对不起啊 我如有雷同纯粹巧合啊 纯粹巧合 那天我有收到假账户 但是我很清楚 老师做风 哇 幸好啊杰森坏 你们这样多人收到啊 嚇死我 我连你都收到啊杰森坏 哇够力啊 这样的 我这么久没有开直播啊 他就是看到我没有开直播啊 就乱乱去讲话啊 乱乱去找人 难怪啦 我就奇怪哦 我忙啊 最近我忙着搜寻 你看我不是跟大家讲 The Leg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for Melton Fragment 不是跟大家讲了 Delay 12个月 懂这些东西我要找资料 我要读 你知道吗 要花很多时间啊 一分钱都没有收啊 财经趋势谈啊 教学会全部给大家啊 反正我在市场赚钱 哎呀分享吧不用紧了 对不对 我看一下 马来西亚银行吗 马来西亚银行呢过了咯 之前马来西亚银行 我在Covid那段期间 已经分享过 全部飞了 我看一下啊 放料给大家 所以OK吗 明白吗各位明白 所以我还是耐久和跟大家讲 千万不要再错过疫情之后赚钱的机会啊 不要去乱乱炒 不要去乱乱的去找那种 PEU negative 公司 Earning in negative的公司 我真本不了解 看到有Volum就去炒 看到有什么蜡烛 有什么形态 就去冲进去 不怕死 敢敢去这样子 我们是敢死对咩 你以为钱难赚咩 赚钱嘛 要稳定的方法 找这些上市 这种Top的Mega Company Large Company 他们资金够后 我跟大家讲 没有这样有一岛的 你懂吗 找这种公司 代表指数的跌了 差不多30% 涨回20% 你认为它没有机会上咩 有的嘛 对不对 有的嘛 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的 我跟你讲 也不要去求那种啊 什么翻倍翻倍翻倍啊 很多很快啊 我一下子成为富人 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 不懂啊 我可能我现在40岁了啦 我可能我 我还没有听到 有这样快 然后每一次都 都这样稳 可以翻100% 100%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个人也应该 我觉得身价应该上百亿啊 应该上百亿 应该在Top Fortune 100 我Google社长名字 应该会看得到的 对啊 应该看得到的 那个人肯定是这样的人了 不然他哪里可能每一次都 都翻对了 他一定有亏钱的时候的 可是他亏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讲 我亏一点点 有时候亏更多 他也没有讲 没有人会跟我们讲 所以要明白一个道理 赚钱要稳 要小心 要conservative 不要乱乱冲 我知道每个人都要赚钱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要看着上天 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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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够说 看起来好像上天 叫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其实不是的 你懂我 有这样的人啊 这个世界 真的要跟上天 叫做的事情 不会是这样的 上天做的事情 全部都有love的 有爱的 这个才叫上天 叫我们做的事情 It must come with love 对吗 我怎样给大家love 就是come 一起学咯 我没有收你钱 我在直播分享 很重要赚钱的东西 这个方法才是真实的东西 这个才是真正的love correct or not 我不会讲一些时事啊 或者什么东西 让大家听了爽啊 来来来 也有有共分啊 一起生气 一起开心啊 然后来follow我啊 sorry啦 我不是这样的人了 对不起 所以要做 就做好来 ok 因为 我们人啊 在这个时间啊 时间很短的 不要到走的时候 才来后悔啊 为什么 我这样子 到时候上天 拿那个蹭去蹭的时候啊 蹭到啊 哎呦 这么 坏事这么重啊 就够力了咯 就下去了咯 就这样子啦 ok 所以说醒一下 那聊一下 看一下有谁 有谁有进来 很多很多comments啊 我不是王晦丽 会是 一点点怎么爆料麻股了一下 呃 我看一下我说醒了什么 中国股市还有希望吗 中国股市是有希望的 但是现在我先跟你讲中国 对不起啊,因为我在直播 有些东西我不会讲太明了 希望你量解,sorry sorry I try my best 中国未来是有走账的机会 但是现在它比较难一点点 我先讲这样子 然后它不会跌到很惨 但是它不会暴涨 可是如果你捉到他们那些 同样代表指数的 然后它有跌到很低 然后开始像我刚才讲那种谈 你看到没有上的 上一点的值得等 这些公司值得等 我只能够讲到这里 请量解我,因为有很多东西在直播 Policy,我有讲华语 你知道吗?他们会听啊 所以 我只能够讲到这边 这些是有机会会上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政府控制的 在它的国家 我只能讲到这里 这是Max了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听得懂我的人 先听得懂啊,谢谢 你听得懂人就听得懂啦 听不懂人就不必了 我已经try了 可以去到这边吧 Go!黄金怎么样? Full Fat Long 黄金叻 现在的情况我告诉你 它每次 你看啊 它最低点 它有跌到什么点先 它有没有跌破1900 这个是重点吗 如果它没有跌破1900叻 你要它跌 其实是不 你懂最近啊 它跌是怎样吗? 你懂美国联邦储备的 保卫尔 Federal Reserve 那个保卫尔 它最近在Bloomberg 又share一个东西 你们有在Telegram吗? 我现在share给你们看啊 我刚刚看到一个video 在里面 等一下 等一下 我share给大家 哇,我跟你讲 那句话 吓死人了 它的video是8分钟多 你们自己去看啊 我share出去 等一下 8分钟多 哇,够里有 他讲到那句话 我跟你讲啊 吓死很多人了 我现在share 我现在share 我share去Telegram Telegram 你在Telegram吗? 没有在Telegram 自己去进去 你看这个 我shareTelegram 看到吗? 我shareTelegram 看到吗? 这个Telegram 都是投资电台的 你们自己自己进去看啊 你懂他讲什么呢? 他讲啊 他英文 他是这样写 Federal Proverbs say Nearly all 全部FOMC member expected further tightening OK 可能有些人 听不懂他在讲的这句话 我们解释一下 OK Telegram的意思就是说 他要升息 他不要先讲时间 他如果这样的一个举动 他讲啊 他其实是告诉我们说 我还会继续的升息啊 可是我问大家 老师很小声 对不起 我现在在外面有些东西敏感 不可以讲太大声 听到吗? 我已经很大声了 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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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关起来 OK 我跟你讲啊 其实基本上呢 现在美联储讲的这句话 就是说 你们要小心 大家要小心啊 未必是他 他会继续的升息 我先讲 他可能放这句话 他就是要把全部东西拉下来 拉下来 拉下来过后 他就有机会了 他今年升息 最多是升多一两次吧 听好 我讲最后一次啊 最多升多一两次吧 OK 听到吗? OK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东西 大家要清楚知道 你要升息 要数据的 数据要去做出来 对不起 我只能够用做这个字 请原谅我 那么呢 做出来的数据 是真实的 还不是真实的 只有你懂 我懂 他懂 OK啊 我讲的你懂 我懂他懂 就是他们里面的人 OK 这样子的话 真实的情况 单身出来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讲的嘛 所以黄金未来会怎样呢? 我的看法啦 黄金会飞 未来是飞 看任何的下跌 现在 其实是为未来 创造机会 你有看到很多 在这个时候 每次下跌的时候 他们都去搜 他们在搜黄金 我最近有很多朋友 有钱 他们也是 我们在讨论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我只能够讲到这边 你们自己去搜索啊 自己去再继续去看我讲的东西 我讲的东西有没有道理 以后你不要讲 我Donny不够朋友啊 你跟我做直播朋友 做这样久 我不够朋友 没跟你讲 到时候啊 不要后悔 有机会 有机会 明白我讲什么的人啊 自己下面写一个桶啊 谢谢 喝水喝水 有些东西不会讲太明 差不多要再去打下半场了 等一下 OK 我跟大家说啊 最重要 不要听回我刚才讲的直播 听多几次 这些都是钱 分享出去 拼命大量的分享出去 这个直播 给你的朋友 叫他进来 听一下 他就有信心啊 他就知道要怎样做 股市会玩的人 是很容易的 不会玩 就会变成这边听听一下 赚不到钱 就那边听听一下 再赚不到钱 就前面听听 后面听听一下 没有用啊 到头来 还是一样的 我自己跟你讲 The fact is always a fact What Tony is telling the facts Fact就是 facts 改不了的 你可以 骗到人家短期 让别人认为是怎样 可是真实的东西 真的料 永远就是有料 有料就是有料 对的料就是对的料 是 那个content的东西 他有料就是 他不要说 这个content跟我分享 他的这个方法 我们叫这个方法 是有料的嘛 他不会变的 他这个料 像我们今天煮炒 我们放多少料下去 煮这一碗面 他好吃 比方说煮一个虾面 对吗 放多少虾 他就是好吃 就是一定要放这个料 他不可以少 他可以加啦 加变的更加好吃 但是他不可以加到太离谱 他的Skeleton 他的基本的东西还是要在 你跟我讲 基本的是好笑 基本的就是不能的 对不起啊 原谅我用这个字 然后是一个新的方法 是比较好的 可是吼 我没有在Fortune100里面 看到那个人的名字 或者Top500 看到他讲 讲这个的话 我就觉得有一点奇怪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很思考 很Logic的通脑 要聪明一点 耳朵不要轻 即使我讲 我讲都好 请去查 你去讨论我讲的东西 看我没有讲错 It's ok 对吗 我是Tony 我不会跟你交朋友 罢了吗 我需要 需要你什么东西 对啊 有机会 大家一起来培训 学习更多东西 对你以后也是好了 没有也不用紧了 交朋友喝茶 聊天嘛 对不对 你有赚到钱 买点东西 看到我们有免费的分享 买点东西 给我们团队人吃 我就很开心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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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有多少 多少人的留言 留言 ok 所以我今天分享到这边先了 下次我会再开直播 ok 我会再开直播 下次我会再开直播 有时间我就开了 因为最近比较忙 真的 我有抽到时间我就会开了 因为我有做很多研究 最近比较忙 所以就 还有准备很多东西 像这种大厂啊 要很多准备了 要准备很多东西给大家 又要去安排啊 场地啊 安排跟我们团队的人啊 要是给大家惊喜啊 对不对 要教大家好多东西啊 全部都要时间去准备了 所以哦 只能够跟大家讲到这边 大家大量的融业的去 谢谢大家支持这么久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要回馈大家了 8月份 在JB 啊在KL对不起 8月份KL100位 9月份JB400个位 我们到时间 我叫Tony Lim See you guys 我要去打球了 下半场了 ok